4月17日,许直安黄欣颖出轨事件中,马国明为外界关心人物,马国明正敢拍《降魔》的2.0。 昨天有他开夜班拍外景的通告,但传媒去到电视城不见其踪影。 据悉他昨天不用开工,不知道是不是监制方俊钊让他休息,必传媒追访,不少传媒去到马国明寓所楼下守候。 马国明妈妈出现时,立刻被传媒追访,表示我都不理儿子这方面的,见过黄欣颖三四次,不用开工就带回家吃饭。 黄欣颖的家人也封口,姐姐黄欣美刚开始听到妹妹跟许直安亲热时也表现惊讶,表示不清楚,黄爸爸则索性说不想知道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